如如不动比什么都重要 释出世间一切法 都要能做到如如不动 你会有大成就 小小事情风吹草动 你心里就受不了了 这人没什么前途 事发复发都一样 一生要坚定走一条路 我对于这一桩事情 父亲交代 我父亲吃了亏 他告诉我 年轻的时候 他曾经念过什么 讲武堂里面去学古 那出来之后就是军人带兵 以后他不干了 去从政 在新政府里面 做过扩张 做过主任秘书 他是国民党员 以后又搞成党务 就这样 转来转去 所以地位都很低 永远上不去 中日战争爆发 他的同学 当了司长了 他再回到军队去 插一大截了 那怎么能赶得上 这个失败的经验 告诉我 要我这个不会学到 就是不能常常换工作 你搞哪一行就搞到底 要坚持到底 你才会有成就 这是他一生痛苦的经验 交给我的 所以只要一门搞到底 什么障碍 都不怕 你会成功 如果一听到别人障碍 就赶紧退缩了 或者想改变 那你一丝无尘 能赶紧退缩 等什么 你会 你还岁 可这么多 inherited negligible 绝望